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欧美国家物资缺乏问题 付出台面 像是美国纽约急缺呼吸器 欧洲各国更是口罩一片难求 而其实早在肺炎全球流行之前 就有台湾企业家意识到疫情严重性 开始筹备大量资源 跟你讲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 很紧张的人 我们有工厂 就在武汉的旁边 武汉一开始发生疫情的时候 其实包括大陆他也不了解 大家都不了解 那时候我看到旺报 我就开始一直问 我甚至我也请我们上海的 这个水城的这些公司的人 到武汉去 那时候武汉还没有封城 他们就过去看 他们给我的回报 真的让我非常的紧张 早在1月26号农历大年初二 旺旺集团董事长蔡延明 就超前部署 暂停原本要贩售的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生成器 全数投入公益防疫行动 刚好我把这个设备 经过了几次一直改良 改良到现在 这个生成器 水城生成器品质稳定了 想要开始大量卖的时候 那时候刚刚好进到台湾 有三四百台 刚好要开始卖的时候 刚好这个疫情发生 包括我们大陆的所有的库存 这个时候我就叫他们全部不要卖 设备通通不要卖 各位县市有的我已经有装了 你们就知道 一台水城生成器 一天可以做五千公升 企业总动员盘点资源 不仅大陆台湾身为地球存益员 发愿要帮助全球渡过难关 面对全球疫情 不仅台湾政府展现人道精神 协助各国 台湾企业家更是义不容辞 将援手伸向全世界 宣告台湾企业 Walking Health 结果现在王蓝鱼台报道